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绘画部分 题目是商品紹介 也就是介绍商品 首先是这个佐藤的绘画 近世が日本で販売されたのは10年前です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句子就是说 金星球在日本 销售是10年前 最初はなかなか売れなくて苦劳しましたが 3年前 コンテストで 最高尚 助手するのきっかけにして売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这句话虽然长 但是不是特别难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逗号为止 那么最初 なかなか这个表达形式 我们说它两种含义 第一种含义是在初级是四个学的 是跟肯定相互应是很非常 也是超出这个说话人的想象 第二个是在初级下的35个学 它跟否定相互应是怎么也不难以 那么最开始怎么也迈不出去 真的我们受了很多苦 付出了很多精心和努力 那么三年前呢 它有一个契机开始 何々をきっかけにして 是金星球的表述形式 那么以在这个比赛当中得到最高奖 以此为开始呢 就开始畅销了 よになりました 是强调变化 其实很多商品我们都可以这么说 包括很多歌手和演员 其实大家也可以参照这个表述形式 那么大山呢在这里接着 接过他的话筛来说 最近では海外からの注文も增えています 那么最近怎么样 从海外的订单也在增加 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是全球化 国际化了 其实中国很多公司的海外订单 也在增多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表述 接下来看佐藤把话题转换了 因为他用的是什么 ところで而且是在他计划当中的 金星という名前は中国人に受けるでしょうか 那么告诉你说金星这个名字 能为中国人所接受吗 誰誰に受ける是为谁人所接受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他往下说 日本と中国とでは意味の違う漢字があると聞きました 好 就是听说了某一件事情 该已经是半句话话 也就是说日本和中国 在日本和中国怎么样 有意思不同的漢字 大家看一下 いみの きがう 其实いみが きがう ばが 换成了の 那么这个大家并不陌生 举一个最简单的理 大家都知道提到日本料理 大家会想起来这个寿司跟生鱼片 大家知道寿司就是来自于おすし 对吧 好 而生鱼片是什么 さしみ 就是刺身 大家其实真正学日语的同学 学到さしみ 在出一下子 我们在书上的翻译也告诉大家 它不只可以翻译成生鱼片 生肉片 生背片 都可以 但为什么用生鱼片来说呢 其实北大的彭广路老师 曾经做过一个统计 就是在大概 大约在八十年代的报纸上 最开始这两个词 进入的时候呢 它都是 就叫刺身和寿司 那么为什么寿司残留下来了 而刺身并没有 这个而为大家所屏蔽了 最后现在用生鱼片来替代 就是中国人受不了刺身 这两个词 他会觉得是血淋淋的感觉 好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说 大家能够理解左堂 为什么这么去问 小王会 接着回答说 这个词啊 那么在中文也是同样的意思 所以没有关系 其实我觉得这个表述形成 大家还真能用到 因为很多日本人 他都会有这个担心 尤其是在一些商品的设计上 他担心这个名字起完之后 让大家所不接受 那你可以让他放心的时候 就可以这么来表示 那么小李说demo 那么就开始啊 转到不是计划好的 这个话题当中啊 金星と読むと意味が違いますよね 大家看一下啊 如果读成金星 那么意思就不一样了吧 他为什么用よね呢 因为在场还有其他人 他要跟他们做一个求证 因为小李对这个事情 他是有一定的把握的 好 金星と金星は意味が違うんですか 那么就是说 读作金星和金星 它的意思不同吗 小王显然对这个事情 不是很了解啊 好 左堂开始做了一个解释 A 金星は星の名前ですが 金星というのは 素晴らしい働きをすることを表します 那么大家可以看 金星舞台很容易想到 就是一种新鲜的名字 但金星というのは 做出详细的解释 这是第一课的剧情 那么它表示什么 取得非凡的功绩 那么今天再讲 单词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 相撲で 位の低い力士が 横綱に勝った時に 金星を上げるということから来た 言葉です 大家看一下 在相撲当中 那么也就是地位 比较低的历史 它如果战胜横綱的时候 一般就会用 金星を上げる 取得非凡的功绩 是由这个而来的词语 何々という事から来た言葉です 就这个表达 表述形式 我们可以模仿 好 这就过了 接下来看一下 そうですか 小王知道了原来 并不知道的事情 是吧 相撲から来た言葉ですか 原来是从相撲来的 我们说过日语当中 会有一部分词 从相撲过来 还会什么 可以改成 野球から来た言葉ですか 如果这个词是来自于 这个棒球 也会有相关的内容 到后面会介绍 このお酒も金星を上げられるようにしたいです 就是我们大家看一下 用にする 我们说过是努力做到 想努力做到什么 让这个球也能够怎么样 取得非凡的功绩 好就到这 那么最后一段大家看一下 小李用了这样的一个表述形式 話は変わりますが 那么大家注意 这句话就告诉你说 我要谈的跟上面是不同的话题 而且扯的要稍微远一点 金星でボトロの形が素敵ですね 大家看这个就知道说 哎呀金星 它的品字形状很棒 大家注意这个て 是粗音加て 我们说它有表示听说的意思 但出去下色 三十二课也说过 它也有什么 这个とは と言うのは 就是做出详细的解释 在中级第一课也介绍过 那么我话题做一个转换 确实是转换了 刚才讲的是名字问题 对不对 到底是什么 下面转到形式上 まるでワインのボトルみたいですね まるで和みたいです 我们强调过是表示 比喻简直就像 葡萄酒的瓶子一样 那么佐藤对于小李的这个表扬 因为说的是素敵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做了一个直学 特にこのデザインは若者に人気があるんですよ 那么大家看 这句话很简单 就是说特别是这个设计 是很受年轻人的欢迎的 小王对于这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小王对于这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如果是这个瓶子的话 在中国怎么样 也一定应该会畅销 間違いない 何々のは間違いない 是我们今天学过的一个表达形式 一定是这样 没错了 是断定 它不是推测 那么大山最后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 それを聞いて安心しました 就是直译是 我听到了那个我就安心了 实际上是说 你这么说我就安心了 为什么日语采用这个 让我们看起来很别扭的方式呢 就是我们说过 日本人一般喜欢站在自己的角度 把自己和自己一方人做主语来做这个表输 就是用我听到那个安心 实际上就是说 你这么说我就安心了 好 这样一个讨论就结束了 在这里我们今天呢 在课文当中反复强调了 转换话题的表输形式 大家想一想 有什么 那么这些表输形式呢 大家还有我们之前讲过 一定要回去好好消化一下 切记要注意说 我们中国人在转换话题的时候 经常什么都不用直接转换 但是日本人他受不了这样 你需要给他一个提示 不然他会认为你转移 话题太快 没有任何标识 他觉得跟不上你的思路 好 这样的话 我们课文就分析到这 马上进入什么 进入生字表2 我们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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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